好 來 看到這又發生了急診室的暴力行為 那麼地點就在花蓮縣秀林鄉 當時是一名49歲卓信男子 日前晚間十點多 因為酒後跟朋友發生口角 好 隨後他說身體不適 就有兒子陪同送往了慈濟醫院 想不到卻大鬧急診室 最後是遭到保全大外戈制服 被救護人員送進急診室 卻不肯配合大聲咆哮 甚至做事毆打醫護人員 十一號晚間十點多 花蓮縣秀林鄭姓男子 因為酒後身體不適前往慈濟醫院 沒想到卻大鬧急診室 醫院保全健壯上前嚇阻 鄭姓男子從病床上一躍而起 伸手去抓住保全脖子 但反遭保全牙齒在地 只是男子仍平民掙扎 就連警方到場處理 男子也不願配合 最後男子被四名員警扛出醫院 帶回派出所保護管束 他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就是喝酒醉 脖子上還留有明顯抓痕 雖然醫院保全沒有提高醫院 但慈濟醫院院方說 這次攻擊事件不僅打擊醫療人員士氣 也有可能影響民眾就醫權益 呼籲正式醫療暴力 院方肯定保全第一時間做出迅速反應 雖然沒有受到嚴重傷害 但後續如果保全有要提高 院方表示都會站在支持的立場 但目前保全沒有要追究 記者綜合報導